音乐 我想应该有一班的好朋友 昨天有到我们的舞员的现场 去做我们的应该是宜家到了 或者是我们的平安宜的活动 大家看到我们的画 或者看到我们的活动 应该有一些想法就是 像老师这个画作 充滿了一些中華傳統古典的意味 但是為了我們活動 像平安夜的一些 這個像西方的聖誕節的活動 能夠把共襲 能夠融合 又或者是說 我們用的一些 舞台上面的特效 看是比較是現代的東西 那我們怎麼樣把傳統跟現代 結合在一起 一開始我們也覺得那個違和感 有點重 也是經過我們不斷的努力 還好 在從12月17到昨天的活動 位置之前 這個違和感是慢慢的減少 然後讓大家的快樂 還有興奮的感覺是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很多的能力 但是呢 每個人都每個人不同的詮釋的方向和角度 我覺得 我們來講好像我是做管理的 我在學校教室也是教管理學 所以對於真正文化意圖的東西 我的詮釋可能就比較像科學的方面 一棒棒的大家可能 但是今天我來講 今天大概就只有未來吧 只有我們副館長來聽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再給把這個題目定做這個 第一個叫做歷史新衣 應該是歷史文化的新傳遞 好 這個新傳遞原則上 我們期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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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新的這個官員 然後 呃 把傳統文化藝術的東西 用新的科技傳遞出去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 哦 要強調的 那第二個我想就是 呃 藝術史作嘛 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這個謝德森謝老師 他這方面是最大的專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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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東西呢 其實在2016年 也就是今年的時候 這個 呃 反骨博物館又搞一個叫做 邂逅反骨博物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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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製造 製造 比如说外界,它可以配合VR,让你其实在外界当中,比如说它一些反应室内的情景的一些作品,让你感觉就在你的作品当中。 其实我本来也有一个小小的视讯,但是如果我不行的话可能很难理解。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不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我以后再想,其实下一次,如果在推广,下经商的热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种VR、AI机器这些东西,甚至我们可以打造一个以下之外星座的机器。 出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给大家介绍自己的产品。 很有趣,就是你把这个传统的经典艺术,让到新的生命里,在新的这种数字媒体的,数位媒体的这个推广下来, 那么可以用新的形象,而且我相信也能更容易去贴近云体的。 对吧? 社会的云体,我知道,在台湾不得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个都在座的云体。 我相信在台湾不需要贴族,几乎有人告诉我,在台湾如果不用贴族的话,他肯定没有了。 他用其他的,他们不过都是另外一个朋友。 所以呢,我相信他现在如果推广这个经典艺术,传统艺术毫无关,也需要透过社区人体的平台。 没有这个的话,我相信肯定是被动了。 但我也知道,其实是因为这次在座的云体,这次的展览啊,这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也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在使用这个社区人体的平台。 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呢,全球的知名的国家也在玩这个东西。 比如说,左手边,他其实呢,是用Facebook Live,就是英国国家艺术馆。 他就找一位专家,来用Facebook Live的形式,就直接在管理里面,走到他这个作品的前面,来实际的来讲解。 很有意思,非常非常好。 右手边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的,这个凡骨的博物文。 他呢,其实,如果你到他的Facebook的掌握,可以看到, 他有很多短短的视频,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介绍凡骨的作品啊, 或者说,他的一些某一段的人生的经历啊,或者说,找一位专家来解释,他的一些作品的一些特色啊,风格啊,方方面面子。 也就是说,你不光是看他的作品,其实如果这些视频呢,你可以更了解更多,而且更感受这种感觉的享用。 其实呢,就从以上这几个例子,就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我们要推广一些经典艺术呢,其实是需要,使用一些数位的美金合集。 所以,最后呢,可以说,其实现代媒体科技应该是经典艺术的好友,大家呢,什么建设。 其实,今天我其实,在中国的时候也去了兰晒图,文桑园区,我看在园区这份文章,一个其中一个想象化的东西,就是什么建设。 其实我相信,现代媒体科技呢,也跟经典艺术就是这样。 那么,当然为期待呢,夏丁山文化基金会将来,也可以呢,用多一些媒体科技,一方的科技。 其实我们这次在呢,我开始误误一下,大家如果待会误误结束之后,然后跟这个谢老师,然后有亲密的互动之后呢,给到那个我们的服务员,就在旁边,我们再继续在展出。 那我们除了有真机,还有就是文创的一些化作物外,还有一些数位媒体的东西。 虽然,不是那么的,我觉得还可以再跟进一幕,但是我们很尽其所能。 还有因为场地的限制,事实上我们本来这次活动也,本来用到AR,那没有AR,那没有技术啊。 但是因为这个场地的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像是吧,像是在开工吧。 好,那甚至突然我想,我有很多感触啦,包括你刚刚讲的Google,我们其实有对Google有待保持联系,也希望跟他们合作。 因为他们有Googleman,如果说到我们基金会之后,做在我们基金会的会议时,要了解我们基金会所收藏所有的话,可能远至北京。 我们其实在美国在President的博物馆,应该说博物馆,有帮博物馆下次的话,在东京博物馆也有一次。 就是,好像是拿门他要那个,一夜,一夜度江,一夜度江,那一日博物在东京博物馆。 那如果说在我们基金会,就能够带上那个非常好的机器,就能够像Googleman那样,很清楚的知道路径能够走。 然后再来给你们看看有什么话,然后再加上有什么Festline,就是由谢老师或者您来为我们解说一下。 那感觉有点无证清明的感觉,非常好。 这个未来是这个趋势没有做了。 这个也谢谢这个余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新的科技的一些思维和想法。 我想在座的各位,除了就是,嗯,知道这些技术之外,我想未来怎么样从高科技的角度去欣赏或思考, 不得到古典一种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角度更丁面,然后也更长远。 你要,你要完成一个出色的人物画,第一个,就是你要捕捉到他的性格,他的性格。 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教授就会讲到,就是夏季三老师一些坏画,哪一方面多? 那在宗教画上面的话呢,观音跟罗,罗汉是多的,这是比较,不是占多数的。 但是,其实你,你有没有看过幻音? 你看过幻音两个公文讲。 那你看过罗汉吗?大概也没有机会哦。 那要怎么样去透过人格跟神格之间的探索, 你怎么样去画出一个气、怨、生、动物画? 这个就是在艺术史上,大家在讨论和关注的。 所以从西方上面的罗汉后来看,就是,第一个,你试着用这个观点,来看看夏季三老师的画。 除了这个文化,文化就是延伸到的罗汉和关音哦。 最重要的,要回到中国在书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山水。 那人,在中国的山水跟西方的山水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哦。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画,你会知道这张画有什么意思? 它在故宫,是镇馆之宝。 西方的艺术史,研究观光客来台湾,他们就想方设法来看这张图。 可是这张图不是长设展,它偶尔一年它会拿出来几次而已。 它是范宽所画的叫西山协议图。 这个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因为你有机会一定要去了解它。 那西山协议图,其实不论是西山协议图,你从不同的观点切进来。 这个是郭西的早春图。 这是郭西的早春图。 那这个产生范宽的西山协议图。 它非常非常大。 上面有很多画岩石的方式。 那画岩石的方式,中国应该说到了北宋的时候, 来到了第一个高峰。 应该说,应该是第一个高峰。 那这高峰里面呢,就是以后世和的画家去凌模。 他是凌模。 毕卡索曾经说过,画家有两种。 出色的画家,模仿,模仿,画得很好。 所以刚刚讲完谢赫的六法里面,最后一个叫传疑模写。 就是凌模。 但是出色天才的作家怎么样? 剽窃。 他讲很直接就是要偷啦。 偷。 偷过来之后呢,你要把它转化成自己的艺术形式。 那刚刚执行长在讲的时候说, 我相信夏老师的画,他看过很多的文童。 从中国古代,用唐朝之前,用色彩来敷别的花娘。 到北宋南宋的山水,甚至于到明清的文人画。 文人画最大的特色是色彩来的褪去。 用线条来取代个性。 线条可以带出来的是韵律感。 所以运动感。 还有包括了他的节奏感。 那我们的社会可能是因为被画,被颜色填满。 就把我们忽略了线条的魅力。 那我用到谢赫。 谢赫的六法里面,第二条是古法文明。 就是通过线条去表现个性。 这个是我们在看中国画最重要的地方。 我用一个最直接的语言来跟你讲。 西方的画,西化是油画对不对? 它很像西方的法国料理。 它有很多的味道,加在一起。 那油画怎么画坏了? 那怎么样? 你可以再画一层再贴上去。 它是非常多层次。 如果你们去吃,比如说螺心铃牛排。 像是牛排,像是牛排。 然后再加干酱,然后再加鱼子酱。 你看到那个餐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干脆沉默的器官。 对的话,它吃了会被伸出了很大。 但是给它用这种很浓烈的色彩去堆叠起来。 这是西化的特色。 就算是零固然的话,也是用堆叠出来的。 但是你要回头来看中国,包括夏季山老师的话。 就是刚才经常讲到的。 后来后期,尤其是到了过了七十岁之后, 把书、书法放在它的创作的这个, 不然是说,主要的创作形式。 书法就像日本料理。 我们可以先试着去探讨一下就是, 艺术、文学或者画作它们正当中的一些意义。 我觉得那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在会场一开始就提到, 其实东方和西方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多比较。 我的印象很清楚就是在办第一场国际论坛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台湾一系大学。 我在那个地方办,不仅办展览也办了一场论坛。 也找一些国外的朋友来做一些画作上面的评细啊, 跟对夏季山老师。 我记得画多一些比较。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就是后面那个, 它们好像是石头吧。 大概是后面画都可以, 刚刚没两句, 你这样准备吗? 其实有些好像是石头。 那它那个石头, 今天那个画家一分析, 那感觉好像跟夏季山老师画的那个石头, 有那么几分的程式啊。 当然这个有一些点故跟原因啊, 这个也不代表夏季山老师的作法。 不过夏季山老师的确是有到欧洲到里面去学习过, 画过跟一些技巧方面的东西。 这个的确是有的, 是不是有在画里面, 这个有待考证啊。